花儿开了人儿醉了 伴随着欢快优美的旋律 身着民族服饰的花儿歌手在舞台上放声高歌 23日晚首届中国西部花儿艺术节在花儿起源地 有着花儿故乡的甘肃省临夏回溯自主州开幕 来自全国的60多名花儿研究专家、学者 以及从青海、宁夏、新疆和甘肃等省区 选拔的100多名花儿演唱选手 云集花儿的故乡 举行花儿大奖赛、花儿演唱会、花儿研讨会等系列活动 24日上午,首先进行的专业组比赛 吸引着现场观众的眼球 新疆专业花儿选手马良玉是第一次来到甘肃 临夏一直是演唱花儿20余年的他非常向往的胜地 甘肃从我几十年,应该20多年了 演唱花儿我就自己特别向往的地方 这个临夏,因为它是我们这个花儿的应该是个摇篮 也是个我们世界级的花儿的一个传承地 所以是我们作为歌手啊,非常向往的地方 这一次我也想来到这里 把我们新疆的回祖花儿献给我们甘肃的朋友们 献给我们世界的朋友们 可以让大家多了解我们新疆的花儿 花儿是广泛流行于中国青海、甘肃、宁夏、新疆等西部省区的民歌 于2009年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广受西北各族群众喜爱 被誉为大西北之魂 中国文联副主席杨成志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花儿艺术在林夏有着丰富的群众基础和地域特色 这也是选择花儿之乡作为此次艺术节举办地的重要原因 这个老百姓啊,几乎人人会唱 人人会唱花儿 我觉得它是来自于民间 来自于我们这个历史的人脉 都在这里举办 我觉得它是深深扎根在我们民族的民众的土壤之中 西北的这个粉丝啊、区啊、高手在这里迎接 那我觉得在主集和提供两个方面 我都觉得搭建了一个很大的品牌 杨成志还告诉记者 此次艺术节的举办将对更好的保护和传承花儿艺术品牌 提升花儿国际知名度 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我们的花儿已经列入了人类部位的文化遗产 应该是世界文化的奇葩和人类共同的财富 所以在今天市场经济的这个发展条件下 在多元多样文化在这个多元选择的情况下 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花儿这个历史得到更多的传播 也能产生更大的影响 让花儿这个艺术魅力让人类来共享 我觉得这是一个半截的一个很重要的 我觉得它的一个影响力 据了解 首届中国西部花儿艺术节 从8月23日开幕到8月26日闭幕 历时四天 我们下期见